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后送蓝宇病患的空情总队编号706黑鹰直升机失联已过黄金72小时救援期限 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,左趁着海上稍稳,分别乘坐两艘巡航艇出海探测定位,持续搜救 不过空情总队张董建成向媒体透露搜救难度高,现在只能靠海底铁器大海捞针 可能因为飞机解体,找不到任何东西 蓝宇连续多日天后,海上部闻空情总队及海巡人员仍持续搜救失联的黑鹰直升机 昨天两名飞安会人员带着手持式水下听音器,先搭乘35顿巡航艇出海进行水下定位 下午另外四人持拖一式水下听音器,乘以百顿巡航艇预收集8日探测器的讯息 仍无所获 苹果日报报导,空情总队张董建成表示 因东部海域水很深,最浅达800公尺 一气也到不了,比西部搜救难度更高 而是连直升机没有最后定位点 尽管有讯号器,但这次黑鹰可能没有强力撞击 因此讯号器没有讯号 董建成解释,海面搜救只能靠最后定位点 计算海流与时间来估算可能所在位置 因东部海流强,变动大 宛如大海落针搜索范围不断扩大 目前只能靠海底铁器侦测 飞机坠落撞击与洋流冲刷下 有可能解体而找不到东西